今天的行程是前往温州市的洞头岛 早就听闻洞头市温州人的后花园 四面环海 风光秀美 对于一个长期访车旅行的人来说 风景都是随遇而安的 更多的是生活 今天吃什么 喝什么 一切都在路上偶遇吧 刚刚路过这里啊 看到那边路边好多人在卖东西 我去看一看 我估计是卖海鲜的 我来看一看 买点海鲜什么的 晚上回去烧着吃 我肯定是买海鲜的 看一看 都有卖什么 下锅吗 下锅 怎么了 这个20块钱一斤 那个10块钱一斤 这个小一点 那个大一点 对对对对 我先看一眼 我先看一眼 像摸鱼 皮皮虾跑上去 这个现在怎么卖 这个现在怎么卖 40块钱一斤 40块钱一斤啊 这种40块钱 那这个呢 这个50块钱 小一点哈 小一点哈 看看这边有什么 这边 这边干嘛 哇 这边 这边那是晒鱼竿的 哦 这边它是各种各样的鱼竿 哦 看一下看一下 来来看一下 啊 哇 这边 哇 这边 这个 这边都是鱼竿的 拍张照片 这个 这边是鎼竿的 这个 这边是鱼竿的 这个 这边是鞋子 它不 weil 这个 这边是鞋子 就是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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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鞋子 就是鞋子 这边就是鞋子 这个就是鞋子 这个鞋子 就是鞋子 这是鞋子 鞋子 才是鞋子 但是我们正知鞋 这边的鞋子 是鞋子 这是一uest 这里都是鱼拍一个视频 太棒了拍了视频 等下发个抖音 这里晒的都是鱼竿 这个东西叫鳗鱼鳗鱼香 我也不知道 可能说的不对 鳗鱼这么大鳗鱼 都是 买点小海鲜吧 买点皮皮虾 再买点小猫 买点小螃蟹 这什么鱼啊 这怎么卖 四十一斤 这都是鱼大有小 这个太大没有的 这个都很小 这个鱼本来就不是很大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那个 这个一样呢 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它颜色不一样 这个是石头鱼 三十一块 你给我便宜一点 不知道这瓶也不要了 三十一块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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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公 十货 困在一起 好吧 这个带来这样没有 这个 皮皮下怎么卖 这个13个13个 你过去少来一点 你过一半就好了 你不要太多 你不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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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不要 这好了不要动 二十四 二十四 这个刚才那个是 刚才五十块 刚才五十块 好吧 现在我找到一个停车位 其实这里路边都可以停车 但是我的车比较大 可能要占两个车位 而且这边停车的话 靠路边太近 我一开门 就直接踏进草丛里边了 所以说我想再找一找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这里 它是一个 这个停留位 你看我出来这么多 摩托车还挂在后面 这里是一个 这里就是海边 这边其实也很不错 我决定再往前看一看 转一圈 看有没有 好的更合适的停车位 现在夕阳正在西夏 这边一条街 就是民宿一条街 全都是民宿 这个民宿看着日落 肯定非常的惬意 全都是民宿 我往前再看一看 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停车位 找到一个停车位 这边路边都可以停车 路边都有停车的线 在海边 这边的前面 正前方这些房子呢 就是 这边很有名的 民宿一条街 这里正好能看到 夕阳落下 这个地方正好离路边 还有一点距离 方便下车什么的 这边停车都是免费的 非常好 今天这个房 也可以说是 一线海景房 OK 风吹的还是有点冷 基本上我就确定停在这儿了 哎呀 这个开门下车 这个地方正好是最窄的地方 正好是最窄的地方 还能往前 我的车停在前面 刚才我带着皮皮下来走一走 发现这里啊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区域 我等会就把车子开到这儿了 啊 在这边停车多舒服啊 OK 等会就停到这儿 选一个好位置 就选这里吧 对吧 就选这里 这里多宽阔的一个地方 我车 哎呀这后面是个山洞啊 我吓我一跳 小心点 看一下 哇这里是个山洞 多神奇啊 看这个山洞现在被挡住了 我等下我的车就会开到这儿吧 这里呢又宽阔 还是 还是一线海景房 好 可以挪地方 皮皮 皮皮你真是的 我刚准备在这里停车 你在这边搭泡水 还是停车 车这里停这里最好的 然后又靠着路边 晚上遛狗也很方便 在这边做饭什么都很方便 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说要不要找新地方 皮皮走 回去 皮皮下来好开心 皮皮走 走 皮皮 走 这边遛狗也好遛 OK 今晚就住这了 就住那 前方 一线海警方 字幕志愿者 杨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鱼清理一下 我还没清理过鱼呢 马上就开始了 好好弄哦 今天我买的这个十九弓有大有小 所以说三十五一斤 这个就是大的 这个就有点小 但是都很新鲜 已经处理完了 准备开始了 头头头头头 儿 好 别论 很辣 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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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pe 别论 别论 马上就好了